塞里顶安定友人逢这学期 特别结合塞里菜区地食 官本安排给小朋友请出精彩课庭 刷处到全国方议三个警戒来听口 不过为了让实作课庭可以顺利进行 老师系统在家庭来学校 并以温流的方式来领出菜宅 以及其他学士团 也忍着这个机会了解孩子在处理的学士总统 以及解割家庭背变孩子设施所读到的问题 为着小朋友的精彩课庭 可以在家顺利来进行 家庭是分流来到安定友人来领出菜宅 帮那个我儿子拿东西先拿这个菜 就是我们前阵子才宣布又要再延期 就直接延到出现 你那时候知道的心情感觉怎么样 心情哦 很复杂 怎么说很复杂 工作不需要忙 要帮忙账户这样子 会比较没那么多时间 这里是全台中间的菜库一日 为处安定友人方式 就会结合这个地址 原本在这些学期 有安排给小朋友请求精彩课庭 想不到受到方向 三个境界的影响 选择面临听口的总控 不过为了让实作课庭 可以顺利进行 就通知家庭来学校 并且用分流的方式来领处菜菜 以及其他的作业 因为我们安定这个学期呢 所走的主题呢 是就是符合当地的文化 就是种植 稻植还有蔬菜 因为其实这次停课也很突然 所以我们为了要延续课程 所以我们就请爸爸妈妈 利用今天拨一点时间 来把孩子最近种的蔬菜 带回家 让他们继续做观察 以便说开学之后 复课之后 能够延续我们的一个主题课程 当时停课中近一个月的时间 很多在家处百分的 小孩达职的家庭 也便利用很多小孩的困难 因此老师也忐忑这次的机会 来了解孩子没人 接触核心的状况 以及家庭主题的问题 就是关心孩子在家的状况 然后家长可以顺便跟我们回馈说 小朋友在家写功课 或者是作息啊 跟兄弟姐妹相处有什么问题 然后告诉家长一些方法 让他们在家里照顾小朋友的时候 可以更加上手 全国三个方案境界 正在告诉他们时 如何让家庭一起见 现在有一个稳定和核心的上课方式 中的是不真望楼核心的一大计定 去家庭配音 彩虹报道